台媒嘲讽,白切鸡身材,世界杯进不去,王永珀回应真觉了本届俄罗斯世界杯,韩国队把德国队拉下马,代表亚洲的五支球队也全都拿到了积分,对比之下,一直原地踏步的国足,自然又免不了受到媒体和球迷的调侃,这不连台湾省人民都开始吐槽中国足球了。 在节目中贴出王永珀视博的照片,白花花的五花肉也被台湾媒体冠以白切鸡的称号,并且认为是中超球员的高工资和高收入,让球员不思进取,所以才踢不进世界杯,形容的确实很贴切啊。 不过随后王永珀展开了有力的反击,紧接着在个人微博上,贴出了现在的训练图片,台湾省人民还活在十年前,现在的王永珀化身辣子鸡,一身腱子肉,接下来将会更加努力,赚更多的薪水。 迫不念B.O.而是念P.O.一般反嘲讽这波回击最巧妙的,是在台湾斜面加了个省字,一字支插画龙点睛,也让国内球迷拍手称快,回击得漂亮。 但还是希望国族能有巨大的改变,连亚洲都冲不出去,实在说不过去,人种问题,韩国日本也没强哪里去,到时候和台湾省人民,一道为中国男族喝彩,想必也是一番盛事。